古铺11月14日训今年10月 阿森纳由于疫情遭受财政危机从而进行了一批新的裁员 其中为球队工作了27年的吉祥物扮演者杰里奎也在裁员列表里 当时杰里奎被裁员后曾引起了很多球迷以及球员的不满 球队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抨击 本周五 杰里奎的儿子丹尼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封公开信 矛头直指阿森纳高层 丹尼尔写道 我的父亲勤勤恳恳地为阿森纳付出了27年 在球队扮演着他所热爱的角色 这就是他的另一个自我 同样他的工作也得到了足球界的广泛认可 双引号 由于疫情 阿森纳为了控制资金支出 将我的父亲划在了裁员列表内 这是可以理解的决定 这并不会使阿森纳这支球队有太大的损失 但他们失去了一位真正熟悉阿森纳本质和灵魂的人 人双引号 不幸的是巴森纳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对待我的父亲 他们只是把我的父亲看作一只灭绝的恐龙 双引号 我父亲的这份工作给了我们全家以及球迷很多美好的回忆 但我不认为我父亲27年的旅程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回报 所有的美好都在这一天终结 双引号 同时我也要感谢乔治艾伦创建的GoFundMe页面 从而帮我筹集捐款 所有的关怀与捐款都是对我父亲的支持 这对来说意义重大 这些跟钱无关 但这跟我父亲在阿森纳27年的付出的美好回忆有关 见识所有的捐款都将捐给我父亲所想要帮助的慈善机构 双引号 对我说意义重大